Hello 大家好 上次我分享完香港人的说话特点 中一家家的说话特点之后呢 很多人都告诉我听 你们对广东话和香港人的说话方式都很感兴趣 然后我之前提到过 就是我们其实说话当中呢 某一些单词会更加容易被英文代替 而某一些不会 所以就有人问我到底是哪一些单词 会更加容易被英文代替 那我最近想了一下然后做了个总结 今天就跟你们分享一下 到底是哪一些单词会经常被代替 那么总括来说呢主要是有三类的词性 第一个呢是动词 第二个是名词 第三个是形容词 那么最多被代替的呢就是名词 名词类呢其实主要是有几个范畴 首先第一个最主要的范畴 就是教育行业 那比如说这些单词 就是在教育业当中经常会被代替的 像是 Document Assignment Presentation Project Proposal Groupmate Professor Deadline 对这些单词 第二个经常被代替的行业呢就是 Business 商界或者是通常来讲的工作方面 像是 Email File Folder 还有就是 Task Table Data Meeting Incentive Trip Draft Suggestion 这些也是经常会被用英文代替的 另外呢就是当我们讲到跟一些电脑科技有关的 也会经常用英文的代替 比如说像是 Mouse Keyboard Screen Projector Printer 然后还有就是对类似这些单词 另外呢就是跟健身 饮食有关的也会经常用英文的代替 比如说 Gym Cardio Weight Weight Training Protein Carbs On Diet 这些单词也是会经常用英文的代替中文的 好 那么 大概呢就是名词类的一些经常会用英文来讲的一些单词 那么动词类呢其实也是相关的领域 像教育啊 工作类啊 或者是一些跟订餐有关的 像是Send Delete Copy Print Forward CC Present Call Book Book就是预定 Submit Mail Check Follow up Improve Suggest Pass Fail 然后还有就是Google 表示向Google去查 Search Complaint Sorry Complain Support Finalize Celebrate 和Criticize 都是经常会被代替的 那么最后呢讲到形容词 通常呢会被英文代替的形容词呢都是一些Evaluative的一些形容词 就是评价性的形容词 比如说Mean Nice Friendly Helpful Strict Reasonable Surprised 还有就是像是Absent 考情Absent Casual Formal 这些单词 好了 那现在就是一个测试时间 其实刚刚讲捏单词呢 其实可以互相的Mix and Match 来造句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句话 应该用香港人他们的说话习惯 或是怎么说呢 你可不可以先把草稿发给我查看一下 我们就会说 你可不可以三个Draft被我查一下 第二句 我这个星期有五个功课要教 其中三个都是演讲汇报 我们通常会说 我根本身给有五个Deadline 其中三个都会Presentation 或者是 其中三个都会Present 第三个 我已经订了计划书中稿了 我待会就会发给你 顺便抄送给Amy 我们会说 我已经Finalize过Draft了 我等会先给你 顺便CC给Amy 第四句 我今天下午订了去做脸 之后呢 会去健身房 我最近在减肥 所以吃得比较清淡 我今天下午订了Facial 之后呢 会去做gym 我最近on diet 所以吃得比较clean一些 最后一句 他这个人不太好 总是批评别人 他很mean 常常都criticize人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的一些总结 和一些小的分享 然后当然啦 跟上次一样 是不能代表 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情况的 所以大家当然 感谢观看